画面中,一只小猴子像往常一样钻进妈妈的怀里,要吃奶,可猴妈妈不断地用手推开它。 小猴子抓住不放,死死黏在猴妈妈身上,紧接着猴妈妈就噼里啪啦揍了它一顿。 可小猴子挨揍后依然不死心,继续缠着猴妈妈,小猴子能成功断奶吗? 感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屏幕上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。 这只小猴子已经到了该断奶的时候了,可断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。 猴妈妈今天很下心来,一定要成功给它断了,可小猴子宁死不从,死皮赖脸地粘在猴妈妈身上。 猴妈妈实在是没办法,只好对它动粗,别看小猴子才几个月大,但力气可不小。 任凭猴妈妈怎么拽都拽不掉它,小猴子像狗皮膏药一样,死死地粘在猴妈妈身上。 让猴妈妈不堪其扰,只好对小猴子越来越暴力,丝毫不心软。 看得出来,猴妈妈今天真的是铁了心要给小猴子断奶,小猴子疼得嗷嗷直叫,就连旁边的猴子都看不下去了。 试图劝解,可不管猴妈妈怎么揍它撵它。 小猴子依然紧紧抓住不松手,猴妈妈不停地用手扯开它,小猴子也不断继续纠缠。 僵持之下,猴妈妈将小猴子推到了背上,猴妈妈以为要成功了,准备离开。 不料小猴子又一下钻进猴妈妈的怀里,她似乎不知道猴妈妈的良苦用心。 小猴子真的像狗皮膏药一样,一直黏着妈妈,猴妈妈怎么也摆脱不了它。 过一会儿,猴妈妈实在很无奈,她不再抗拒了,将小猴子搂在身下。 小猴子也老老实实地依偎在妈妈怀里,可怜天下父母心,今天的断奶计划又失败了,不知道小猴子啥时候才能成功断奶。 朋友们,如果您喜欢这视频,麻烦帮忙点赞转发一下,欢迎大家留言评论,关注我,让我们一起探寻大千世界的生灵奇迹。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